现代海战都是超市巨作战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硫磺石这种近距离的小型导弹 难道是让乌克兰海军去送死吗 这个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我们说俄乌的海上冲突和摩擦 大部分是发生在近海的封闭海域 所以双方使用的船只基本上都是小船小艇 那么这些小船小艇装大导弹是装不上去的 只能是装这一类的小导弹 所以硫磺石卖给乌克兰它是有针对性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 我开始卖给你小的东西 这样一来对俄罗斯方面的刺激并不是很强 同时又体现出来我支持乌克兰的这种意图 那么如果情况再发展的话 我还可以进一步向前推进 卖更先进的卖大的 所以这种可控的军售背后 政治军售的意味很浓